很多人都想知道 我們公司究竟是怎樣的 很大 這個 小情妹 情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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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拍拖子很乖 她幫我們打稿 幫我們打字幕 你在做什麼 大家Zoom一下 不是啊 打字幕 誰是小器啊 你說 誰是小器 她的眼神已經出閃了 在這裏 每個人都很... 嘩 這樣 一會兒她那邊拿工利是 其實我們也有 滴滴滴滴很小 但是有個小角樓的 這裏就是我和Lauren坐的地方 我很喜歡鐵人28 為什麼呢 因為我喜歡她 嘩 嘩 嘩 這個好棒 出不出到保險呢 嘩 嘩 這個還送了避震 那算好呢 會不會被人騙的 這裏這麼好呢 這裏好像很棒 喂 二零三點五 最近經常對著電話 嘔嘔 你看什麼 賣車嘛 賣車? 你剛剛考到牌而已 那便對 賣車吧 蛤 你想買什麼款 這架吧 這架好像不錯 這架? 這架? 是SUV 是 挺英俊的 這架 這架跑車 只有兩萬八 你喜歡的款式也挺藍的 不過有時候我知道 你也挺清騰的 你的預算是多少 都是那些價錢的 兩萬元 你設置這些預算嗎? 很多惡氣 要很小心的 你別這麼心急 你先小心點 我沒有心急 不過我約了去買價 我正在來 那也算不心急 等一下 你好 陳先生 又是你? 又是你? 這架是203.5先生 是呀 你又這麼高嗎? 是磅數 你別管了 這架是你的嗎? 是呀 1999年Honda CR-V 一代經典 203.5年你買了它 不像經典 正是欣典 很漂亮 很想買 你別這麼心急 買車不是那麼簡單的 你不用理會 你跟我過來 慢慢介紹這架車給你看 這次買買二手車 終於來到這個買車篇了 很多平台都會教大家看外殼 內隆再看機械性能 這次我們一反傳統 先說機械性能 因為尤其是一些 初初新牌子 預算不是那麼多 幾萬元預算買的車時 機械性能也很重要 但是幾十萬的車 機械性能一樣重要 所以這次我們做了十個動作 只要你做了這十個動作 就可以知道你的車的機械性能 是否正常 今天要看機械性能 有沒有樂器 第一件事當然要看引擎 陳先生 可否開頭蓋看引擎 可以看 每個看車都要看引擎 你懂得看才好 你來得我開 懂得開嗎 我當然懂 我開多少頭蓋才知道 2003年我教你 第一個動作就是扭開機械性能 你放心 我每天都會換機械性能 你不需要檢查 你傻的 扭開機械性能 看看有沒有水氣 聞聞有沒有異味 如果有的話 就要給車房看看 知道嗎 你不用聽他說 這裏有油的 為何會有水 傻的 第二個動作就是準備一張紙巾 大家都猜到 分枝解油尺出來看看 看看夠不夠解油 當然夠 油在兩個marking中間為之夠 油放在紙巾上 油就夠了 陳先生 這麼黑的解油 你又說天天更換 我說天天更換 不是天天更新的 第二件事 這麼黑 這位車主很久沒有換解油 第二件事 看看有沒有金屬粉 如果有金屬粉 就要找車房看 代表機件應該有問題 你又有問題 說到第三個動作 就是看看電池 陳先生 你的電池也很髒 這裡有少打理 看看電池上有沒有訊號 看看電池對上一次何時換 基本上三年已經是時候換 如果它夠期換的時候 你又可以說一下價錢 不過陳先生 你的電池沒有mark 剛剛換沒多久忘記了 你放心 你進去試試看 一攤即著 我不太相信 你再駁掉我便著 接下來的動作 要上司機位才能試到 陳先生 可否上去坐下 其實你媽媽 已經弄了很久 你有興趣嗎 是呀 我想買的 我買的不用看太多了 陳先生 我們已經不是動車 我上去坐下也不給嗎 給嗎 給 朱碧陽給 給 你坐那邊 隨便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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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來車廂可以檢查甚麼 就是檢查檢查檢查 第四個動作是甚麼 聽我說 連檢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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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喂 我的車是善良的 連踩幾下之後 你感覺到再踩下去 會有頂住的感覺 不會再沉下去 即是代表它的總風是正常的 喂 你又不用聽他說 我的車這麼久以來 真的不是開玩笑 說停就停 先別管他 陳先生 其實有沒有車士在這裡 其實動作未完 你先不要放腳 有 有 有 給你 拿去洗 這時候 你可以借車士插上去 再踩上車 踩上車的時候 然後你感覺到迫力 慢慢再沉下去 即是代表它的大力鼓 都是沒問題的 你這樣買車隔 我的心情就是沉下去了 哈哈哈哈 說到第五個動作 就是駕駛車士 駕駛兩格 不要塌車 這時候你就會看到 標板燈全亮 尤其是引擎燈 你看看有沒有啟燈 因為有些人很狡惑 會特意拔走引擎燈 如果有問題的話 這時候便可以順勢 順勢 多精神 你便會發現 引擎燈有沒有關閉 如果不關閉 即是代表有鑊氣 又要找車房幫你看 也不知道是否正確 咦 那個已經開啟了 是啊 喂 陳先生 你的SR-S燈已經開啟了 你的Airbag sensor有問題 唉 車是買來駕駛的 不是買來撞的 Airbag燈開啟了 對性能沒有影響 我這麼久沒開啟過 Fairbag 第六個動作是做甚麼呢 就是試試入球 入不可以嗎 入 入了 給你 反覆入下R-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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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機件有些問題 也要給車房看看 你放心 這輛四驅越野車 有一點啟動是正常的 擔心 這輛車沒有啟動 不用擔心 陳先生 不用擔心 第七個動作 再進入多次波 這次反覆入N-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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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見你這麼好學 我繼續教你 第八個動作就是試試扭托軚 能否扭動 能否扭動 試試沿途扭動時 你感覺一下有沒有不尋常的彎彎聲 扭到盡時有沒有啪啪聲 兩邊都試試 沒有 有時99年車時總是有點關節 重新好就沒事了 你走路也啪啪聲 我走路啪啪聲 這代表軚位置又要找車房幫你看一看 看一看 看一看就沒事了 第九個動作 扭進塘軚 接著下車 聽我說這時可以蹲下 看看輪胎後的機件 看看環濕 避震 有否水積 可能有機會漏油 亦看看膠件 例如杯士有沒有損 陳先生 甚麼事 203.5 你聽我說 今天下雨 當然會煎到內沙板 濕是正常的 你不用擔心 那裡好像烈烈的 烈烈怎樣解釋 烈 甚麼烈 不要烈烈了 配上眼鏡吧 第十個動作 可以在這個位置看看 就是看一些胎紋 看看胎紋會否磨蝕的地方 比較不平均 俗稱是散泰 看看會否外散或內散 如果有這種情況出現 代表機件又有些問題了 你真的不用理會內散或外散 坦白說我是四川省的 四川省是不騙人的 不如你跟我來吧 去看看 陳先生 安靜一點 其實你的胎紋都很新 你這麼緊張做甚麼 我不緊張 你緊張嗎 他會散我 散 讓他散 各位車迷 學會這十個動作 其實你只不過是知道 車身基件基本的狀態 最後還是要上架找車房看 但你學會這十個動作 可以篩選一下車 下下上架 不用錢 甚麼都要付錢 對吧 看完這條影片 是不是已經忘記了 這十個動作是甚麼 猜到你們沒有機性 現在快點留下鏡頭 保留下這兩個畫面 下次約了人看車 跟著圖做就可以了 至於這十個動作 會衍生甚麼基件的問題 當年會有一篇詳細文章 放在會員專區 讓大家進修一下 沒錯 以上內容 是課金會員才能獨家看到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還有我們有YouTube Facebook IG和網站 希望大家也訂閱及瀏覽多點 不好意思 我還是不買了 不買 辛苦了 我不辛苦 你可以買的 不買 我又走了 你又走 這樣賣車的嗎 這樣賣車的嗎 不要放腳 這個時候你定住碧桶 撞車 看他連撞車也不會 搞不好 怎麼了 你的車壞了 問題的了 你放心 我這麼不敢 你剛才也 你已經NG了 你真是誇張了 我上來 成為教訓P牌 你們會得到 駕駛的專屬徽章 六個不同顏色的專屬徽章 會因應支持時間而變色 一眼就看得出 你們是不是駕駛的中份 另外還有一班 駕駛主持的emoji 訂閱人數越多 可以下載emoji的符號 就更加多 現在每個月只需要50元 就可以成為駕粉車手 車手同樣可以得到 我們的專屬徽章 和專屬emoji 每個月起碼至少有六條 會員專屬影片給大家看 除非都是幾元一條 一些平時免費頻道 都看不到的內容 我們一班主持 在鏡頭背後的點滴鑰匙 包補大家耳目一身 而且每個月我們還會在留言區 選擇一個最佳留言 送出神秘禮物 各位駕粉不要猶豫 立刻訂閱吧 喂 不是啊 我們人手不夠 器材也不夠 怎麼辦呢 別吵啦 叫人家課金已經很難的了